因为中年苦力的子宫中疑似长了肿瘤 为他开刀的是一位名医 到开刀的时候才发现 子宫中生的不是肿瘤 是一个胎 名医陷入了痛苦的挣扎 一是继续开刀 是要拿走个胎 然后跟病人说 切除的是肿瘤 第二就是立刻将切口缝返 然后预识跟病人说 替了几十年病 今次竟然替错了 三秒钟的内心挣扎 名医全身都是寒 三十分钟之后 病人醒 对不起 他站在病人面前说 太太请你原谅我 是我判断错 你只是怀人 并没有生肿瘤 幸好及时发现 个胎安好 你一定可以生下一个 可爱的小宝宝 病人和家属都吓得傻了 忽然病人的一个家属 冲上来捉住名医的领口 叫你这个容医 简直是混帐 有朋友后来笑这位名医说 为什么当时不将错就错 当他是肿瘤 有谁知道 当时名医淡淡一笑话 我知 你 不过 我换得